好,廖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現在是五歲時間嗎? 因為這是我們進階TA的訓練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參加過初階TA的訓練? 有嗎?有參加過初階TA訓練的請舉手 比較少耶 好,原則上我們就是針對進階TA所需要的技能 再來做一些訓練 我是本校的副校長兼教法中心主任 教法中心的任務就是盡量在教學 還有提升教師的專業教學 還有學生的學習品質的確保 在學生跟老師中間就是我們助教 各位都是助教吧? 你們有拿到助教認證的請舉手一下 有,我們最主要是針對助教 助教的話是老師跟學生中間的一個橋樑 所以我們除了給助教一些認證之外 助教需要一些進階的技能 我們也教法中心陸續來提供 今天我們就很高興邀請到我們的廖素文老師 廖老師是我們現職的宏盛資訊工作室的負責人 也是在我們領東科技大學兼任的講師 那是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 非常特別 公共行政 可是他現在的專長是有關於數位媒體 數位教材等等的製作 那他也有很多的教學經驗 包括在營建署 台中縣政府的資訊書 實踐大學等等都有開設相關的一些課程 那今天請他來給我們介紹一下這個Voxguy的一個應用 那這個應該是一個很棒的軟體啦 各位在應用了之後應該對你在 因為助教有時候都要做一些媒體的製作吧 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 讓你的這個教學能夠更加的活化 那我們是不是就掌聲來歡迎我們的廖老師 好大家午安